好,这个章节要来介绍物件参考的特性 那么因为关注点分离 画面接下来会由框架来处理 那么开发者会专注在资料处理 所以资料处理的技巧非常重要 那么资料处理里面其中一个是物件参考的特性 算是新手蛮长踩到了雷 所以这个章节我们特别针对物件参考的特性来进行介绍 好,那么物件参考的特性是怎样 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 好,这边有一个物件 来,我直接把这个注解打开 好,这个物件它里面包含了两个值 第一个它是一个name的属性 然后里面有一个值叫做小名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obj就另外一个物件 那里面它是一个空的物件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 物件传参考的特性是怎么样运作的 这里我再宣告另外一个变数叫做person2 然后等于前面这个person 所以目前来讲这两个person是一样的 好,那接下来我把person2的name稍微做一下调整 我把它改成结论 好,那么现在呢我要问大家的是 现在的person2跟person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内容 是不是一模一样 好,我们直接使用三个等于来做比对 看它的两个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好,我们存档之后呢把这个检查打开 打开之后你会得到true的结果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把这个逗号 再补上一个逗号 我们来看两个的值 好,存档之后呢 它把两个值都列出来 你会发现呢 不管是person2还是person 它的name呢都被改成了结论 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 我们来画一张图了解一下 好 首先呢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person的变数 person的变数 那么它在赋予一个物件的时候 它是以参考的形式进行赋予 那参考是怎样子呢 我们这里呢先画一个叫做记忆体的空间 那么给它一个名称叫0x01 好,那么我们这个person呢 在赋予的时候呢 它的位置会指向这个0x01 然后里面呢有两个值 里面的第一个值呢是 它的第一个属性的名称呢是name 然后它的值呢是小名 好,那这边呢我就直接写上来 name 然后呢小名 然后就直接把它点点点 好,另外呢它又新建立一个物件 那如果新建立一个物件它会怎么做呢 在这个地方呢我一样使用绿色的颜色 好,然后它会使用一个obj 那物件它本身是传参考的特性 这边要注意哦 你只要看到物件 正列或是函式 它全部都是传参考的特性 它并不会直接把值呢写在这上面 它一样呢会先 会再建立一个新的记忆体空间 因此啊这边会新建立一个叫做0x02的记忆体空间 好,那么这obj呢也会指到这个新的记忆体空间 所以目前呢这个person呢它其实它所连到都是一个一个的记忆体空间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person赋予到person2的时候呢 它会这么做 这边呢我们新建立一个person2 然后这个person2呢它就会指向这个0x01的记忆体空间 所以在目前为止啊就只有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大物件 以及这个小物件它并没有额外多余的物件 所以当你在修改值的时候呢 它其实修改同一个物件下的值 好,那么我们这边有讲到 这里我们有新建一个0x02 那么它也是传参考特性 那我是不是一样可以再建立一个新的物件 叫做obj2 那么我去指向这个 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去指向这个新的物件 那么按照我这个图的概念 我在画面上呢就只有两个物件 我在画面上呢就只有这两个物件 来这边第一个这是第二个 那么也就是说当我这个obj里面的0x02做调整的时候 这边的person下的obj是不是也会跟着调整 那我们来实验看看 好,我先把这里的程式码呢 再稍微做一下调整 我先建立constobj2 然后等于person的obj 好,目前呢我新建立一个obj2 然后呢指向原本person下的obj 然后呢我去修改person2的obj的name 我为他新建一个name 然后这个是物件下的名称 好,然后呢我再使用console.log 来看一下person的obj的内容呢 是不是有做调整 好,这个注解 这个上面的console 我先把它注解起来 存档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这个是person 然后person点开来看到 你就会看到这个obj原本没有name这个属性 它也被加上去了 那么这个就是物件传参考的特性 这是物件传参考的特性 好,那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把上面这段程式码呢把它移除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陷阱的部分 这一段会发生什么问题 这边有个函式 这个函式它会做一件事 就是把传进来的参数的name属性呢 稍微做一下调整 把它改成了结论 把它改成结论 那么外面呢有一个person的物件 这个person的物件跟刚刚一模一样 那它一样有一个name的属性 好,那么在执行这个函式的时候 来执行这个函式的时候 我再重画一次 执行这个函式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person传进来 透过参数的方式传进来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参数传进来之后 它改名了叫做item 就算改名了 它的参考一样不会变 那么接下来呢 它把这个item的name稍微做一下调整 也就是说它会改到这个person的name的名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按照刚刚传参考的特性 它是不是会改到这个person的值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一样使用console.log 然后person.我直接看person就好了 我直接看一下person 好,存档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person的name真的被做调整了 它的名称呢被改成结论 这个就是物件参考的特性 那么许多开发者会没有意识到说 它们虽然建立了非常多的变数 但是它改的是同一个物件下的值 那么改来改去之后 它会发现到原始的资料呢 也被做调整了 那么这个错误啊 在eslint也有建议说不要这么做 但是它有提供解决的方式 好,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把它给移除 好,当然这种传参考特性呢 是有办法解决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解决的方式 那主要呢有两大类的解决方式 一个呢是浅层拷贝 一个呢是深层的拷贝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好,这边呢我一样把注解打开 然后这个结构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 那浅层拷贝是怎么做呢 有两个方法,有两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们这里呢一样定义一个叫做 Person2的物件 然后呢我们在赋予 Person到Person2的时候 我们使用ObjectAssign 然后呢我们在ObjectAssign的时候 前面加一个大括号 这个是一个空物件的概念 然后呢我们把Person传进来 好,我们Person传进来的时候 它会把值呢赋予到这个空物件下 所以它算是建立一个新的空间 好,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方式呢是使用 我们这边呢再建立一个Person3 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呢 我们是使用前几个章节 介绍的展开的方法 点点点Person 好,这个方式呢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我们使用Person 然后看看跟Person2一不一样 然后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Person 跟Person3是否一样 好,存档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的结果呢都是false 好,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 刚刚呢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来,我们把这个多的呢先把它移除 好,刚刚这个方式呢是我在新建立一个记忆体空间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把它新建为0x03 好,新的记忆体空间 那么它再把这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呢再把它复制过来 把它复制过来 所以它会长得像 这样子 好,它会把它复制过来 但是它由于它是属于浅层鎬贝 所以这个obj啊它一样是指向0x02 好,在这个地方呢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虽然把它复制过来 但是呢它里面如果还有物件的话 它会是属于浅层拷贝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浅层拷贝会是怎样 好,我们在Person2下面呢的obj 我们再加上一个age的属性 来,它是16岁 好,接下来呢我们使用console.log来看一下 Person跟Person2它分别有哪些内容 好,存档之后呢来看一下 这边呢你会发现两个呢都被加上age16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属于浅层拷贝 所以它只会复制第一层的内容 第二层的内容呢 它一样会指向原有的参考 好,所以当第二层内容说 受到修改的时候 原本的物件呢也会受到影响 那么这是属于浅层拷贝 那么浅层拷贝的优点呢 就是它程式码比较单纯 那现在呢我把这一段注解起来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深层拷贝怎么做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使用const 然后呢一样叫做person2 好,深层拷贝的方法呢 是将这个person呢 直接把它从物件转为自串 再把它从自串转回物件的一个手法 好,那我直接呢 把这个程式码直接打上来 我们呢会分为两段 我们会先把它转为自串 好,我先把它给打出结果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erson2呢被做什么事情 首先呢我们是先把这一段呢 刚这个物件转为存自串 这个目前是个存文字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个存文字 再转为物件 好 来,我们直接呢把结果贴上来 好,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把这个person转成了自串 那么接下来在外层这一段呢 这一段呢 我们又把它改成了物件 所以呢它是从自串 它是从物件转成自串 再从自串转回物件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目前呢它又被转回物件了 那么这种方式呢 它就属于生成拷贝 它在两者上呢 是完全没有任何关联性的 person2等于等于person 它会得到false的结果 它会得到false的结果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试着调整 里面的值来看一下 来,我把这一段呢注解起来 我来修改person2的obj再加上h的属性 把它改成16岁 好,存档之后呢 这个person2的obj它会被加上h16 但是原本的这个person呢 它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那么这个呢是person2 那这个呢就是person 这两个物件呢就变成毫无关联性 那不管是浅层或深层 不管它有几层呢 它都会是以独立的方式存在 好,那么这个章节呢 就介绍物件传参考特性 同学也来练习看看吧 如果没有问题就继续往下练习吧